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5的大涨 主要原因是两个 第一个石油没有太大的一个涨幅 第二个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谈话 而显示出来很清楚 中国不会在军事上头给予俄罗斯援助 所以昨天出现的三大股市都是涨幅 科技股更是大涨 这一次整个乌东战争里头 抛售最厉害的是科技股 本周下来科技股大涨了8.18% S&P大涨了6.16% 倒震指数大涨了5.5% 美元指数部分是下跌0.9% 因为恶物战争使得全球的通膨 跟美国未来的通膨 可能会甚至高达8%左右 所以美国联准会本来预期要升息两码 最后13票里头有12票只要求升息一码 只有一个人要求升息两码 只升息了一码 因为觉得未来的经济太不稳定了 美元下跌了0.9% 而黄金价格下跌了2.81%左右 只是看是能源价格 本周石油价格下跌了4.23% 布兰特原油下跌了4.21% 第一个OPEC决定增产 第二个美国马上也有去增产了100万桶 而天然气的部分也下跌了20.92% 值得注意的是硫 硫的起货虽然在本周跌幅4.58% 但是从224俄罗斯开战侵略乌克兰以来 已经大涨了27.08% 本周只是微调下跌了4.58% 在半导体的部分 英特尔本周上涨了3.53% 台积电回涨了5.24% 三星回涨了4.33% 汽车的部分 本周丰田大涨了8.49% 福特涨幅5.11% 特斯拉更是涨幅很大 因为大家认为在石油 由于四分之一产量的俄罗斯 会出问题的情况里头 电动汽车更将是未来的大趋势 特斯拉大涨了13.84% 美国其他的科技股的部分 Apple本周涨幅5.98% Amazon大涨了10.81% 微软大涨了7.27% Alphabet涨幅4.85% Facebook本周呢 更是大涨了15.39%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本周也是涨幅了1.27% 亚洲股市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涨幅的 除了中国大陆 因为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科技股 是否要监管的情况 中国大陆本周跌幅1.77% 加上疫情的因素 日经指数涨幅6.62% 韩国也是因为疫情 只涨了1.72% 中国大陆疫情再起 韩国也疫情再起 中国大陆上升指数 跌幅1.77% 升程指数一度官场的情况之下 跌幅0.95% 香港恒生指数 本周回到4.18% 台湾加上指数1.1% 亚币的部分 日元贬值了1.6% 韩环升值了1.98% 新台币升值了0.17% 人民币贬值了0.35% 待会回到文献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